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画面上这位小朋友名叫安吉尔 今年8岁 原本是睡在路边的街友 没有任何身份证明 但最近在外界帮助下获得出身证明 终于可以开心上学去 安吉尔拿着出身证明 笑开怀的照片 在网路上引起广大回响 背后最大推手 竟然是马尼拉一家点心小铺 让我们跟着中央社记者的镜头 来看这个感人故事 一张有黑小脸 对着镜头微笑转身跑进学校 他是今年8岁的安吉尔 原本是个没有身份证明 露宿街头的孩子 现在可以上学去 全因为有了这张出身证明 安吉尔可以上学 背后的工程是这家点心小铺 位于马尼拉都会区 奎松纪念圆环 主要贩售冰棒和墨西哥卷饼 但它最著名的不是餐点 而是经常帮助街友渡过南关 一开始是把剩下的卷饼和面包 分给街友吃 后来COVID-19疫情爆发 小铺开放让街友睡在店内 但这让附近居民感到不安 于是这些街友搬到奎松纪念圆环 住在当地政府提供的帐篷里 点心小铺和安吉尔的相遇 就此展开 我们认识了安吉尔 在18月2020年 他们和她父亲和她小弟 安吉尔是八岁 她没有去学校 她有点在学校 她认识是学校 但她没有去学校 因为她没有生育证证证 小店经理伊巴尼斯 开始为安吉尔奔走 但缺乏父母姓名和出生地 也需要两位没有利害关系人 来证明安吉尔的身份 条件相当严格 经过一年努力后 他们才成功协助安吉尔 取得出生证明 其实像她这样的个案不在少数 施雅高岛希望学校负责人表示 在菲律宾没有身份证的 弱势民众为数不少 除了取得出生证明 必须花钱奔走之外 更是因为有许多人不识字 根本不知道怎么填写申请表格 他们有疑问 一些人都不识写申请表格 所以他们不敢不乱 负责要不要买 来这些联系上 写申请表格 一些人在社群里 不乱计决定 他们不乱计 所以他们不乱计 所以它们不乱计 所以人们是乱计 作为名字 并且有名字 一种目标 是我们的目标 是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自己乱计 接着这张照片在脸书po出后感动无数网友 点心小铺和希望学校秉持信念 认为拥有名字和国籍是每个人的权利 未来他们也会继续帮助需要的人 中央社记者陈延居 马尼拉报道 全球华人才刚欢庆农历春节 印度最近也依据印度立法热闹迎接春天 迎春这天同时也是智慧女神萨拉斯瓦蒂出身的日子 印度教徒举行祭典祈求女神赐予知识和创造力 疫情再严峻也阻挡不了信徒的热情 印度欢喜迎春依照印度立法 5号是春天到来的日子 也是智慧女神萨拉斯瓦蒂的生日 这个天神是为了教育和音乐 所以这是为了我们很尴尬的日子 黄色是颜色的 所以我们会找到最多的女生 两个男人和女人会有什么关系 祭典仪式现场香烟鸟鸟 宋经声不断 祭司向信徒撒恒河的水 信徒轮流持花祈祷 沾然喜气 很多人穿戴黄色吊衣饰 萨拉斯瓦蒂神像也坠满黄色和橘色的鲜花 祭台摆满黄色甜品贡品 因为黄色象征智慧 也有寒冬过去 芥末黄花盛开 春天到来的意味 萨拉斯瓦蒂是智慧女神 又称变才天女 神像头戴孔雀毛冠冕 怀抱维纳琴 主管智慧音乐和艺术 许多学生 音乐家和艺术家会特别来参拜 我们要每天要注重视 萨拉斯瓦蒂在研究上的关系 是保健康的 有多少要注重 你更加注重 你更加注重 更加注重 在澳大学 每个学校 和教育部 都会通过沙拉斯瓦蒂布珞 都会在每个家 这一年 疫情无论 都会有限制 我们已经没有加入所有的国家 印度教徒相信神和火密不可分 因此仪式最后由祭司升起柴火 在舞动的火光中诵经 信徒在旁祈祷 往年仪式结束后 会准备食物分送给附近的弱势民众 但是由于COVID-19疫情尚未结束 今年改为打包外带 让信徒拿回家食用 中央社记者林新健 古尔刚报导 我得了一个病叫恐慌症 他忽然间会来 会来 然后我有过一个经历 是我一个礼拜 有四次的半夜 我打电话叫我的制片来接我去急诊室 有郭翔拍重遥 真的吗 因为那个时候跟他有这样的 间接的接触 我猜重遥可能就因此去看了我的电影 你就不敢了 我好有力气 而且我会那么不要脸 我是个很腼腆的小孩以前 可是拍电影你不能腼腆 你要在街上大吼大叫 你要骂人 你要干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民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农历新年是越南人很重视的传统节日 新年送礼的热门首选 就是像食品塔的礼物栏 他们把酒 茶叶 果干和饼干糖果等礼盒堆叠在一起 变成一座小塔的形状 叠得越多越满就越大气 就连堆叠方式也是一门学问 接下来跟着中央社记者走访越南 看看这个有趣的送礼习俗 农历新年 越南街上货臭是卖场随处可见 有如食品塔的礼栏 而这个礼兰就是当地人的新年礼物 我们越南人送礼的时候 通常都是送很多种的 而且送的就是让大家知道 是我们送礼的人都是很大方的 也是希望那个送礼的人 有一年是有 是富有美满的下一年 将酒 茶叶 果干 饼干 糖果等礼盒 一个个堆叠成塔 对越南人来说 叠得越多越满就越大气 而如何堆叠也是一门学问 还得注意礼盒配色 业者会先试叠完一轮 再用热熔胶粘成塔状 一般来说 里兰市售价格从30万 至200多万越南顿 约薪台币368元 至2458元都有 也可以随客人喜好客制化 然而这两年来 受COVID-19疫情影响 民众年中普遍缩水的情况下 业者也推出价格更亲民的李兰 拉抬业绩 我们以前的产品都是针对主要 是高级的客户 然后高级的产品 今年的话我们有配比一些 是比较单价比较低 适合那个消费能力 也是比较接近我们的零售客户 当越南人收到装满食品的李兰 会先放置家装当摆饰 等除夕夜拜拜时 再拿出来仇神祭祖 大约放到初五之后 才会开始拆李兰 享用这些礼盒 装设计的陈嘉伦和内报导 迪士尼乐园经典角色 米奇米尼创立于1928年 已经有将近百年的历史 经典造型升值人心 巴黎迪士尼乐园 日前为了欢庆30周年 特地请英国时尚设计师 史戴拉·麦卡尼操刀 为米尼设计全新服装 经典的红底白点洋装和蝴蝶结 换成了象征女强人的蓝色裤装 粉丝却不买单 穿着红底白点洋装 较力活泼的跳舞 是迪士尼乐园角色 米尼的经典模样 百年来深受大小朋友喜爱 近日把国巴黎迪士尼乐园 为了庆祝开园30周年 推出米尼最新造型 是一套由英国时尚设计师 史戴拉·麦卡尼设计的 蓝底黑点裤装 配上同色系蝴蝶结 不料却引起大批粉丝反弹 网友认为 洋装已是米尼的经典服装 不应随便更换 穿着裤装的米尼 如果再把睫毛也拿掉 根本变成米奇 也有粉丝批评 衣服设计的像睡衣 还有网友讽刺的说 迪士尼把米尼 变成美国前国务卿 希拉蕊了 事实上 许多女性领导人 出席正式场合时 也常以裤装亮相 像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德国前总理梅克尔 以及蔡英文总统 针对网友反弹 史戴拉麦卡尼发表声明指出 他希望把米尼 转变成为新一代进步象征 所以设计这套中性的蓝色燕尾服 并使用永续性布料 三月米尼也将穿上这身装扮 庆祝妇女历史月 但大批粉丝 仍旧一面倒不满账 认为迪士尼 就算为了追求政治正确 或是迎合多元而改变 也不需要更换米尼的造型 根本就是脚网过正 装设综合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往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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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